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以及北京宣布戒严 在今天的教理对话节目中呢 我们围绕这几个事件来探讨两个话题 一是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的道义选择 及其政治生涯的臣服 一是从六四学生绝食的始末 是否可以看出这场学生运动在策略上的得语诗 参加我们今天讨论四位嘉宾 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 政治分析人士张天亮先生 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 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 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宫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教理对话节目 好我们先从赵紫阳来开始今天的讨论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 在1989年六四民运高潮之际 拒绝实行戒严 为此被迫下台 牺牲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他在之后的16年直到去世一直被中共软禁 并在离世后出版的改革历程一书中反思了中国的政治体制 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为何选择不做开枪的总书记 他政治生涯中的臣服 对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有什么意义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说赵紫阳当时在六四拒绝戒严 被以邓小平为首的这个政治元老逼迫下台 那么纽约时报说呢 这是天安门事件中的核心的一幕 我想请您分析一下 邓小平当初抛弃赵紫阳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邓小平抛弃赵紫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 两个人的改革的理念不大相同 邓是一个半新半旧的人物 可以说只是一个半调子的改革者 而赵是具有新思维的领导人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分析的焦点在于 就是改革是为了党还是为了老百姓 那么他们实际上只是一个改革的一个同路人 他们的分道扬镳是早晚的事 只不过学潮把它提前引爆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邓和赵的家庭出身 个性和经历都不大一样 这个也决定了两个人的行为方式的不同 那么赵的话就把这个事情的话 他对邓的为人认识不大清楚 特别是邓的这个权变 这个冷酷和翻脸不认人 这一点的话呢 赵是准备不足的 先听破空先生也来跟我们分析啊 赵和邓的这个关系的实质是什么 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六四决裂之前呢 邓小平和赵紫阳有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这个蜜月期 那么邓小平当初培养赵紫阳 到底是看中赵紫阳的什么东西 然后后来刚才高凡天先生说到 在六四的时候赵紫阳对邓的这个决策 有一些误判 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毛泽东之后文革结束 那么赵紫阳是中共党内少数几个 从事经最早从事经济改革的领导人 他跟万里在一个在安徽 一个在四川搞农村经济改革非常成功 所以说社会上流传一个就是说美谈 要赵紫阳找紫阳 要赵紫阳找万里 那么邓小平看中了就这两个人的改革精神 那么当时邓小平跟华国锋有权力斗争 他也想对华国锋取而代之 有他自己的人 那么他加益培养这些 而当时赵紫阳像这样的赵紫阳和万里 去北京汇报工作 也多数得到邓小平的支持 所以他们之间建立了一定的友谊 所以赵紫阳最后在选择 总理人选的时候来代替华国锋的时候 他考虑赵紫阳是因为赵紫阳跟万里相比的 赵紫阳比较稳重 而万里相对比较情绪化 所以这是邓小平把赵紫阳栽上的原因 后来赵紫阳跟胡耀邦成了邓小平的左棒右臂 那么后来为什么分道扬镳呢 除了刚才文谦讲的改革思想 我想八九明明一开始 邓小平就跟赵紫阳是渐行渐远 那么赵紫阳是主张开明 主张对话 邓小平主张镇压 主张保守 那么赵紫阳主张在法治后 民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邓小平主张这个就是用强硬手段 说这个时候最终的分道扬镳是显而易见的 好 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其实刚才高文谦先生谈到说 邓小平是一个半调的改革家 其实赵紫阳他在那个时候 对共产党的认识也不清楚 就是他以为他能够通过改良来改变共产党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 从所有的共产党国家 从建立到后来到现在 没有一个共产党是通过改良 能够实现成功转型的 我们看过一些威权体系 比如南韩的或者是说台湾的 就是威权体系的转型 但是说共产极权主义这种转型的话 从来都没有通过改良能够实现 我觉得这一点呢 邓小平比赵紫阳更清楚 邓小平要保党的话 他知道不能改良 那赵紫阳的话 他以为他可以通过改良 来延续这种政权 我觉得这是他们二者之间的 一个根本的分歧 就是政治方面的 当然我们会再回到 赵紫阳的一些改革措施 那么回到刚才高文谦先生说到 他说在六四期间呢 他认为赵紫阳对于邓小平的人格 和他做事的方式有一些误判 那么大家觉得有两个事情 赵紫阳是误判的 一个是八九年四月 当时六四已经达到高潮的时候 赵紫阳选择到朝鲜去访问 大家的理解呢 是他把这个学潮呢 这个烫手山芸扔给李鹏 没想到让李鹏占了先机 那么最后处理 以李鹏那边的为占优势 那么我想 你觉得如果赵紫阳当时留在国内 而没有到朝鲜去出访 会不会对事情后来的发展 有所影响建立 好 我想再回过头来谈一下 赵紫阳和邓小平 然后再进入你的问题 好的 因为在改革开放 不 在这个文革以后 实际上那时候呢 是这个严重的一个政治斗争 是到底我们要坚持 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僵化的 这个思路 还是要改革开放 也就是实用主义的 从这个思想指导上来讲 邓小平和赵紫阳 都是绝对的实用主义派 就是这种当时的实用主义 是有正面意义的 就是它是对于一种僵化思想的 一种冲突 当时这个邓小平和华国锋的 这个政治斗争 刚才破空也讲了 是他需要找一个实用主义的领导 来这个建立他自己的这个 在党内的这个权力基础 所以赵紫阳就被选上来了 但是这种实用主义 邓小平仅仅的是停在了一个 绝对的实用主义 但赵紫阳呢 是有在这方面是有进步的 那我们再回过来谈 谈这个学运起来以后 学运起来以后 赵紫阳实际上是四五天以后 那时候已经这个 这个胡耀邦这个去世 到了4月20号 21号 这个 这个赵紫阳就选择去朝鲜 当时我觉得他有 非常明显的政治计算 因为他是主要的领袖 主要的这个负责人 任何的学运出来都是麻烦 那时候他肯定不会 他一开始没想到学运会闹得那么大 他根本不想处理这件事情 当然他愿意把它扔给这个李鹏 但是扔给李鹏以后 没想到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这个转机 这个转机呢 是朝着强硬派的方向 这个发展了 这个是他始料不及的 但回来以后 他就是 回来以后的那几天 等于他紧急的处理 要挽回已经不行了 挽回着这个 这个 这个这样的局面 但是已经为时过完 好 大家觉得就是说 赵紫阳在这个学潮的时候 还有一个失误呢 就是他在这个五月中旬 学印高潮的时候 会见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那么他公开说明啊 他说邓小平才是党内的 这个最后的决策者 这一点导致他和邓小平 最终的决裂 那么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这个赵紫阳 说这番话 他的意图到底究竟是什么 从策略上说 是否造成了一个大错 那么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 我认为这是一个 六四事件 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章节 就是造成邓小平跟赵紫阳 彻底决裂的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在赵紫阳后面 和他的幕僚有一些解释 说当时赵紫阳说这个话 是为了维护邓小平 为了维护邓小平的权威 和他的核心力量 但是赵紫阳当时 的确是出于政治谋略的考虑 因为这个学运一开始 赵紫阳的幕僚 就给他的建议 看到这个党外 这个学生运动这么高长 就建议他跟邓小平 保持一定的距离 然后呢这个争取民心 而确实当时有两个气氛 一个党内的气氛 跟党外的气氛不一样 党内邓小平仍然大权在握 但党外呢 确实邓小平的支持率是零 民意上毫无民意 但赵紫阳是有相当民意度 至少学生没有提出 达到赵紫阳的口号 但提到达到邓小平 达到李鹏 说赵紫阳在会见 戈尔巴乔夫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邓小平上午说 说今天晚上你要会见 总书记赵紫阳 那实现两党关系正常化 结果赵紫阳晚上说 我们两党关系正常化 是在上午而不是现在 因为邓小平 我们13届一中全会的一个决议 是遇到重要的问题 仍然由邓小平来掌舵 这句话是很有心说出来 显示了他跟邓小平的距离 而且就说明邓小平 是真正的幕后 垂帘听证的幕后的慈禧太后 所以学生就更清楚了 这个话导致邓小平 跟他直接决立 不仅有事实证明 就是说邓小平的女儿 打一个小时电话 去骂赵紫阳 而且第二天 就在5月17号第二天 邓小平召集了一个 政治局扩大会议 自己亲自组织会议 就说撤销赵紫阳的职务 只是现在不公布 等事态平息后再公布 说这个是个重大的一个时刻 我认为赵紫阳 犯了重大的一个 判断性的错误 天亮 其实不管是赵紫阳 是不是说这个话 这种决裂 就是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的 决裂是迟早的事情 因为二者政治理念的 这种绝对的不一样 所以其实在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倒觉得赵紫阳 其实这个人并不是说 为了把责任推给邓小平 他只是在宣示一下 他的理念跟邓小平的不同 因为等到最后 他需要颁布建议令的时候 他宁可辞职 他也不愿意 就是去颁布这个建议令 就是说一个人可以 他可以辞职的话 我们就知道 他并不是说 把那种名利地位 看得那么重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 一般玩权谋的人的话 都是为了个人利益 赵紫阳到这个时候的话 他已经从个人利益上 完全撤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并不一定 完全是一个权谋的考虑 只是说向外界 宣示一下他的政治理念 我们知道赵紫阳 在这个六四期间 高文贤先生请讲 我觉得的话 这件事情 赵紫阳跟戈尔巴乔夫 这个建话的内容 可以说是赵紫阳 跟邓小平关系中压倒 使得毁坏邓赵关系 最后一颗稻草 因为赵的话 实际上赵和邓的实质关系 是一个儿皇帝 和太阳皇的关系 那么邓之所以看中赵 是看着他的能力 赵这个人的悟性很高 有实际工作能力 能够开创局面 那么邓作为中共的大家长 他需要下面有人 给他领会的意图 给他办事 那么赵的话 是从地方上来的 那么他的中央缺少人脉 他也需要依靠邓来抵挡 这个党内元老派 保守派的这个攻击 同时呢 打着邓的旗号呢 来这个推行自己的改革 那么实际上呢 邓赵关系呢 实际上是保护赵紫阳 最后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账号 但是呢 这么一弄的话呢 赵紫阳的话呢 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特别是随后 5月17号 北京知识界 又发表了这个声明 把矛头指向邓小平 说邓小平是没有 皇帝头衔的独裁者 这个东西又给赵紫阳 这个5月16号 跟格亚普讲话呢 又是做了一个 助脚 火上浇油 刚才说的 高文静先生说到 这个知识分子起到一些作用 还有意无意之间的 我们知道 在六四期间 一个最著名的政治场景 就是赵紫阳在下台前两天 到广场会见学生 而且说我们来晚了 我们知道当时 赵紫阳作为党内的开明派 身边围绕了一大群 这个知识分子 年轻的知识分子 具有这个改革意图的知识分子 那么我想问一下 就是建立你当时 也在天安门广场上 在整个八九民意中 这个赵紫阳的阵营 和学生阵营之间的 这个互动到底是什么 从刚才高文静先生的介绍来看 好像知识分子 在某种程度上 其实起了一些 就是没有意图的 但是起了一些 推导赵紫阳的作用 对 到了这个赵紫阳的态度 比较明确以后 就是比较开明的 来这个不愿意 对学院进行镇压 我不能说是支持学院 那很多的知识分子 就介入了这个学院里边 他们的角色呢 大部分的角色 就是想做中间人的角色 能够把这个 这个赵紫阳的 这个开明的意图 能够和学生进行一种配合 让学生能够实时的 这个退出这个广场 同时呢 用这个运动呢 能够起到了打击 保守派的作用 实际上当时党内的主要斗争 是这个李鹏和赵紫阳之间的 那最后这个赵紫阳 只随于那么失望 说出了刚才大家说的那句话 原因就是他从朝鲜回来以后 一直的努力的想扭转局面 能够争取邓小平对他的支持 你看他的回忆录里 有很多的细节的描述 但是呢 没有成功 到了那时候 他基本上已经放弃 他那时候已经不考虑了 自己的权位 但是他考虑自己历史上的 这个地位问题 所以他讲出这句话 有一定的权谋上的计算 就是说 这些所有的烂摊的到今天 不是我能够决定的 是有最高的领导人决定的 有这样的这个计算 但这个知识分子里边的 起的作用呢 是非常复杂的 比如说在阎明复之间 和学生的沟通之间 一直是这个知识分子 在那起作用 但是学生的自成体系 也是刚 后来我们会讨论 一会儿我们会讨论 学生是这个知识分子介入 是非常困难的 他只能找一部分的学生领袖 而这一部分的学生领袖 能不能起到主要的作用 也很难讲 所以呢 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角色 到了赵紫阳失事以后 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 来观察他们的一个时期 他们在那个时候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好 待会儿我们第二部分 讲绝食的 会分析学生的策略 会讲到跟赵紫阳 这个阵营的互动 但是我想在这个地方 我想请就是破空来分析 就是赵紫阳 最后选择 不当开枪的这个总书记 究竟对不对 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下 有人说他也许还可能 选择这个暂时的掏回 来求以后的东山再起 再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 那么你对这种看法 你的看法是什么 他选择不当开枪的总书记 长远看的是对的 因为这是一个良心的选择 他塑造了一座 历史上良心的封碑 再给共产党留下了 一个难得的政治产 如果共产党将来说 想要改革 还可以举赵紫阳为旗子 为正宗 而放弃邓小平这面旗子 那么当时从政治上的算计来讲 当然这是一个 应该说在中共党内 这种政治上来看是个遗憾 我们中国政治的悲剧就在这里 中国政治的悲剧 我们看到刚才我说了 党内跟党外是两个世界 而在党外 人民是一边倒的 要打倒邓小平 是一边倒的要民主 而且是在含蓄地支持赵紫阳 但党内邓小平却是 压倒一切的权势 他根本就老生在家 根本不在乎 这个中南海外有多么的喧嚣 而且还有一个悲剧是什么 赵紫阳尽管是主政 他手下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智囊 和他的各部人员 但这些人只能够 在日常工作中发挥作用 当赵紫阳面临权力斗争的时候 赵紫阳又回到了老人政治的圈子里面 赵紫阳单枪匹马 他几次提出决议 比如说否定四而六社论 比如说要跟学生对话 都是在政治局常委里 比四比一压倒被否定 而有政治老人参加的 更是多数否定压倒 所以他又面临一个精英的小圈子 就看到这种政治的悲剧 所以一个小圈子 可以决定13亿人的命运 而这个小圈子 可以把赵紫阳当为一个 玩于鼓掌之上 所以赵紫阳最后也许是 厌倦了这种政治游戏 而且他当然也做出了一些误判 他低估了 他低估了共产党老人政治的势力 也高估了人民意志的坚持 所以这两种误判 也导致他做出了这么个选择 当然他良心的选择 我还是说是一座封碑 是值得永久战狱的 那么我们知道在他下台之后 赵紫阳一直到死 都没有为他的决定做检讨 而且一直没有和邓小平实现和解 这一点在中共党内是非常罕见的 那么天亮你来分析他这个选择 就是说有人说 他其实应该效仿当初的邓小平 邓小平像毛泽东认错 然后最后东山再起 推翻毛泽东那一套 那么赵紫阳本来也可以这样做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那么你的看法是 赵紫阳其实不可能这样做 因为邓小平的话 他是属于后黑的这种 就是说他可以今天说的话 明天马上就是翻案的这种 而且可以把毛泽东的家属 都抓起来判刑 赵紫阳的话他本身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不是一个阴谋大师 所以说他做的这种事情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当时的这个胡启蒂不是检讨了吗 后来他本来是政治局常委 后来出任电子工业部部长 但是他其实也什么最后什么都没有做 赵紫阳如果检讨出来的话 他也仍然会什么都做不成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我觉得就是邓小平跟赵紫阳之间这种摊牌 只不过是 学运当时是一种催化剂而已 这种摊牌其实是迟早的事情 因为赵紫阳的理念 最终必然会危及到共产党的统治 赵紫阳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 就像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一样 就是说搞开放透明化 搞民主法治 党政分开什么之类的 或者包括政绩分开 把这个经济的自由和这个民主权力 大量的下放到民间 这个本身一定会造成共产党的垮排 所以说就是说赵紫阳一旦他做这个事情的话 他自己甚至可能都意识不到 但邓小平非常清楚 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对赵紫阳不会再有信任 也不会再唯以重权 所以说赵紫阳既得检讨出来的话 他可能就是胡启蒂那个下场 他宁可我觉得他现在这种选择 就是不做这种检讨 梳理一个道德封碑的话 反而我觉得是非常 对这个历史进程的话 是有正面作用 再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里面的话 有一个政治选择和道义选择的问题 在一般情况下 政治家总是政治选择 压倒道义选择 赵紫阳也不例外 比如说在倒胡的问题上 他就是做政治 胡耀邦跟大家说 对 倒胡 倒胡耀邦的问题上 就是他就做了一个政治选择 那么的话呢 这个六四的这个问题上呢 他情况有变 他做了道义选择 为什么 因为六四这个他都能看到 太血腥 这个历史责任太大 赵不愿意当历史的罪人 因此的话呢 他选择了不开枪 不做开枪的总书记 我觉得的话呢 作为共产党人的话呢 这个赵紫阳呢 这是人性的战胜的党性 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仅此一点 我觉得的话呢 赵紫阳呢 就可以名垂侵蚀 至于的话呢 赵紫阳做检讨 会不会东山再起 我觉得这可能性根本不大 其中有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说 这个六四之后的话呢 政治形势已经大变 保守派呢 占据了绝对的地位 因此呢 赵紫阳即便是付出 也都是在行格示尽 不可能难以有所作为 第二 赵跟邓已经撕破脸 两个人心结已经非常深的情况下 在缺少邓的支持的话呢 赵紫阳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所以我觉得赵紫阳选择不检讨 不走那条所谓东山再起的那条路 他对这个形势看的是很清楚的 但是呢 他在八九之初呢 他就没看出来邓的话呢 实际上对他搞的这个两手 第一手呢 就是当面许愿 当面军委主席 另一方面 实际上背后已经在考虑换马 但是在这个检讨的问题上呢 赵紫阳那个时候呢 已经完全看清楚了 好建立 因为你搞很多这个 你是不是有什么要补充的 没事 因为你要做很多人权方面的 工作我想问一下 就是从人权角度来看 赵紫阳作为一个前总书记 被软禁了16年 一直到他死 都没有 最后都没有释放出来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从人权来看 这个体现了中国政治文化 那种什么特色 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 我先讲一下那个话题 简单的做一个这个评论 就是说任何政治人物都要进行政治计算 没有一个人物 政治人物不做政治计算的 我们可以看赵紫阳的这个政治生涯中 他做了数次的大的政治计算 那有时能算准 有时算不准 每个政治人物都会遇到这种问题 比如说他到朝鲜去 就是一个小计算 那后来呢 他最后他选择了这个道义上的选择 像高老师那么讲的 这个呢也是 也是到最后他感觉到 他不能够负那么大的历史责任 然后他说我要做一个道义上的选择 有人呢 从一开始就做道义选择 有些政治人物 那这些 从一开始就做道义选择的人呢 到最后可能还没出场就死掉了 所以到底是怎么做的话 人算不如天算 说每个心里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一杆秤 到底怎么做 那赵紫阳的呢 实际上给刚才破空也讲了 就是留下了一个历史的封碑 这个是的确没有错的 尤其是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 一直血腥下来 到这个时候选择 我不镇压人民 这个是一个历史的封碑 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那我们来讲赵紫阳的这个被囚禁 赵紫阳被囚禁可以说是 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大的人权案件 等于他作为一个公民 失去了所有的自由 没有任何法律的程序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这个人权侵害 作为一个个人 赵紫阳 他在这里边是做了很多的努力的 所以有些人也讲说 赵紫阳本身也是个维权人士 就是他在为了自己的权利 他研究了很多法律 研究了中国的宪法 研究了党章 来为自己这个维权 但是让人感到很可悲的是 往往是一个人在失去了自由 权利被受到侵害的时候 那时候才关注到宪法的作用 就像当初刘少奇说 我还是国家主席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人权案件 但是赵紫阳在人权上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第一作为一个党的总书记 对生命的真实 这个就是最大的人权意义 再加上他16年的被囚禁 他的作为 他的这个案件本身 都是中国的人权史上的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想就是赵紫阳 我们看赵紫阳可以分成两端来看 第一是89年以前 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他是一个官方的身份 那么89年以后 他作为一个个人就像建立刚才说 你作为一个维护自己权利的个人 那么我们知道他后来在阮静期间 实际上他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 有了非常深的反省和反思 那么他最后在阮静 现在他的秘密录音 节级成书称为改革历程 里面其实对中国的 这个一党专制的制度 提出了很多的批评 那么我想问一下破空 你觉得他这些反思和遗产 最后最重要的结晶到底是什么 从他这本书里面看出来 对赵紫阳的反思是很珍贵的 因为赵紫阳是从共产党里面 出身的这个高级官员 后来贵为这个总书记 第一军委副主席 那么也当过总理 那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跟他的部下杜道正讲 他老杜啊 我过去也是很左的 他说我现在是痛定失痛 改弦异责 这反映了一个罕见的 很难得的这个反思的反省的精神 那么他后来这个被软禁走 这个软禁的悲剧 我也联想了光绪皇帝 被软禁的悲剧 说中国封建专制王朝的政治悲剧 一直在延续 当时慈禧太后 那个对光绪皇帝是垂帘听政 邓小平对赵紫阳也是垂帘听政 后来这个光绪皇帝搞改革 那个慈禧太后发动政变 软禁了他一直到死 那么后来也是这样 赵紫阳搞改革要违心 邓小平发动政变 相当于政变军事手段 那个软禁了他 直到死 这些悲剧百年后一再重演 这证明专制不结束 这样的悲剧永远不会结束 那么赵紫阳在软禁之后 他并没有放弃他的思索 他反而促进了他的思索 应该说他相当于是 另一个战场上的孤军奋战 在灵魂上孤军奋战 他反噬了他觉醒了 他总结了一个很大的道理 就是说他纵观历史 所有的什么专制啊 都过时了都退出了历史舞台 只有西方的议会民主制 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他就说如果中国不走西方 这个议会民主制的道路 就不可能断绝腐败 也不可能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 其实他这个思索 完全是切中了社会的要害 也就是说从一个党的官僚 成长为一个 一个可以说有民主觉悟的 这么一个普通人 应该说他的思想境界 他的职务虽然下去了 思想境界却升华了 升华到了不亚于任何 就像民主人士或者民运人士 这样一个境界 而且跟世界上其他的这些 这个民主活动家都是一样了 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口归 我就说邓小平 赵紫阳给中共 给中国 不仅给中国 也给中国留下个政治产 中共应该善用之 我们知道他在改革历程里面 赵紫阳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 就是如果中国不实行这个民主制度 那么就无法杜绝腐败 无法降低贫富差距 也无法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 那么到今天不幸而言重 其实他说到这些话 到今天都 那么天亮你的看法是什么 赵紫阳其实讲的这些话 并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 因为这些民主的启蒙 早在就是说 极权主义出现的时候的话 大家就在讨论这些问题 所以赵紫阳并没有说 发出什么阵容发聩的 这种新的提出 这种新的高度的理论 但是就是说 作为赵紫阳本身 一个曾经的共产党总书记来讲的话 能够自我否定 因为他以前是共产党的 一个体制的维护者和操纵者 那么现在呢 就是他能够主动的放弃这种体制 我觉得只有在这一点上的话 他讲的一个道理 并没有什么可贵的 只有这种自我否定的精神 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 好我想最后 请高文谦先生分析一下 因为从一些 就是说一个怎么说 为人去世的角度来讲 因为我们说到赵紫阳的 也令人联想到 另一位被邓小平逼下台的 前总书记胡耀邦 那么前段时间 我们刚刚交点对话 做了关于胡耀邦的讨论 我想就是高文谦先生 比较一下这两个人 就是他们作为个人特点 他们的人格的特点 那么很多体制内的人 我曾经听到一种说法 就说认为胡耀邦是为人坦诚 可亲可敬 而赵是为人开明 悟性很高 但身上权某的东西要多一点 所以在党内的 怎么说呢 就是说好像好感度 没有胡耀邦那么高 那么您对这种看法 您有何评论呢 实际上我原来在体制内 我也是这么看的 但是后来这个看法改变了 主要有两点 第一赵紫阳拒绝开枪 拒绝检讨 骨头比胡耀邦硬 第二点 赵紫阳在软禁16年 那么对这个历史 对自己 对共产党反思 最后的话呢 抛弃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提出刚才人们也都谈到 这个西方民主制 就从这一点上讲的话呢 他将来 我认为啊 这个赵紫阳将来的 这个历史评价 要比胡耀邦是要高的 好 对不起建立 等一下破空 这个胡耀邦和赵紫阳 是共产党 这个历来总书记里边最开明的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在共产党里 我们也都在共产党里做过小官 在共产党里能做到那个高位 没有权谋是不可能的 两个人都会有权谋 都会有很重大的这个政治计算 问题的这个关键就在于说 他们最后是怎么结束的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这个句号是怎么打 我觉得刚才我非常同意 那个天亮的说法 就赵紫阳的反思 最后得出的结论 实际上没有任何这个新鲜的东西 几十年前很多人都讲过了 这个民主人士 现在连一般的学者 小老百姓都会讲出来这些道理 而且都会深刻的认识到这个道理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是 他的反思的过程 这第一 第二 这些话从赵紫阳嘴里说出来 他曾经是大权在握的共产党的总书记 而共产党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专制的这个政权的代表 所以这样他说出来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现在我们分析赵紫阳 我觉得我们不能够 不看的当时的政治背景 我觉得我们要进行实证分析 对赵紫阳的高度评价 我们在这不讲了 不需要拔高任何人 我觉得大家不要忘记了 当时他处在一个党内分裂的政治斗争的 那个微观政治环境中 就他和李鹏的政治斗争 换句话说 没有李鹏的因素 如果这个邓小平就非常喜欢他 一直就是给他很大的支持 他在里边权力也非常的集中 非常稳定 这时候他对六四的看法和选择 对八九明星的看法和选择会是这样吗 所以我们要问出这个问题 问出这个问题和过一会儿的讨论 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 因为刚才和胡耀邦比较 那么我想请破空和文谦 也最后把赵紫阳当初 他作为国家领导人总书记的一些 政治主张和经济改革的措施 和今天的总书记 习近平做一些比较 我们知道当时其实赵紫阳 作为开明的总书记 他走的是非常远的 比如说提出党政分离 政企分离 还有搞经济改革等等 这些高度 这些改革的高度 在某种程度上和今天的领导人相比怎么样 那么破空请你先来分析一下 对 我先补充一句 关于胡耀邦跟赵紫阳之间的差别 我倒不想用权盟来形容 我都觉得胡耀邦作为领导人 当时卢坑给他八个字的描述说 口无遮拦 权无心机 在政治上显得相对比较幼稚 但是赵紫阳跟胡耀邦相比 是胜于言而锦于行 相当比较稳重 应该是相对比较成熟 另外赵紫阳如果说六四不是一个 共产党跟人民之间的对决的话 说进行是共产党内部的路线斗争 权力斗争 我想赵紫阳还是会相当谨慎地 选择一个政治道路 那么那是一个人民跟共产党的一个对决 说赵紫阳选择站在人民一边 这是难能可贵的 那么赵紫阳在改革年代 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而且是这个总操作师 他所设计的东西 今天都是今天的基础 比如说农村改革 经济改革 城市体制改革 尤其是大进大出 两头在外的外贸政策 中国经济主要就靠外贸起来 靠外资 这是赵紫阳功不可没 是最大的功劳 另外他提出的像 社会主义初阶段理论 什么一个东西两个基本点 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全都是他或者他的部下所提出的 并不是邓小平阵营所提出的 说赵紫阳的贡献非常大 而且一个最大的贡献在哪呢 就今天中国唯一有一点民主迹象的 民主活动的地方是什么呢 农村基层选举 就是1987年赵紫阳所奠定的 到今天供中共的无理改变 中共在很多地方开倒车 比如赵紫阳搞得党政分开 政气分离走得非常远 但是今天的中共 而后来八九之后 江泽民就全面开倒车 把党政合一 政气合一 甚至邓小平在中共高层都合一 把这个党总书记 国家主义 军委主义的职 放在一个人头上 全面集中 全面集权 这是完全的倒退 但是就管这样的倒退 他们在经济很多基础上 无法改变赵紫阳的贡献 尤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就是胡赵时代奠定的雄厚基础 好 高文千千 最后一分钟 我觉得赵紫阳在政改上的 当然赵紫阳这个政改的 他也是在邓小平的画地围牢 但是他成立了政改研究室 他落实中共十三大的 党政分开 政企分开 那么我刚才说到 邓小平呢 是一个半调子的改革者 那么我就想说一下 现在习近平呢 连这个半调子 连邓那个都不如 他上台以后的话呢 他是所谓兼顾毛邓左右 他是打了一套这个罪权 但是实际上呢 最近他的面目呢 已经败露了 那么当时这个胡锦涛呢 是这个上台这个多少年 八年之后 人们的话不作为 人们说他是胡不如江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这个人们已经怀念 胡锦涛时代的和谐时代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这个习近平呢 他的政治面目呢 已经败露 他就大白于天下了 就是这么一个局面 好 有关赵紫阳的这个讨论呢 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儿 接下来呢 我们要从六四学生的绝食过程呢 来探讨六四学生运动策略的德语师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三期报道 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 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 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 图片和音频 与我们的记者分享 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 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BOA新闻应用程式 欢迎回到五月十六号的教练对话 我是宁心 25年前的五月十三日 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学生开始绝食 直到五月十九日晚 也就是北京宣布戒严前 几个小时结束 数千学生绝食 是六四民主运动中 最悲情的场景之一 也是这场运动中 道德感召力最强大的一页 那绝食在六四民运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绝食的始末 是否可以看出当年 学生运动策略的德语师 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下 那么首先还是请人在纽约的 高文金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广场学生 在五月中旬选择绝食 其实是有一些这个策略上的考虑 那么他们当时选择这个时机 是否恰当 请您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现在回头来看的话 学生选择在五月十三号 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是欠考虑的 可以说这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 发动了一场进退失据的抗争行动 这个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国内的小环境来看 国内小环境当时是什么呢 五月四号学生大游行之后 官方已经没有办法来阻止 而且就在同一天 赵紫阳在调子温和的亚航讲话 使得整个形势已经趋于平缓 当时实际上学潮 实际上刚才我们已经说到 就是说他是党内两派 改革派和保守派 都想把这把火引到对方身上去 换句话说 谁能够控制学潮 谁就占据上风 而在这个五月四号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 赵紫阳在政治上是得分的 那么第二点呢 从国际大气候来看 实际上呢 这个东欧的变局就在眼前 因为就在四月份的时候 胡耀邦死的那一个月 那时候呢 波兰团结工会呢 已经合法 波兰开了圆桌会议 已经合法 就在六月四号中共血腥镇压的那一天呢 实际上呢 波兰已经举行了大选 已经选出了非共产党的总理 那么十一月份的话呢 这个柏林墙 这个倒塌 另外年底 齐奥塞斯库 被这个变天 齐奥塞斯库被送上那个脚手架 OK 被枪毙 所以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呢 如果那个时候学生就是不到广场去发发动这场绝食行动 而再搞校园民主的话 收一下 然后等东欧变局发生了之后 然后再推一把共产党的就有可能要垮台 所以我就觉得的话呢 中国的命述不计啊 中国何其不幸 好 建立好像有不同的看法 是这样 我觉得当时有两个大背景 我们不能忘记啊 我们必须还原它 第一个就是刚才这个高老师所讲的 党内的这个两派的斗争 两派的斗争呢 都想利用这个学运 谁能够解决好 谁的办法能够解决好学运 谁肯定就在党内要要占上风 那谁能把学运的这个这个火啊 引到对方去 谁就成功了 这是有非常明显的政治计算在里边 这是一个背景 另外一个背景 赵紫阳释出非常开明的这个信息以后 学生是有产生了一些分裂 就是说很多人就说 我们是不是回到学校去 那个赵紫阳的雅吟的讲话 已经非常明确的讲了 是不是回去 但是另外一个背景 就是我另外一个背景我要讲的 一个是党内斗争的背景 另外一个背景是什么呢 学生基本上不信任政府 包括赵紫阳 这个背景不能忘记了 赵紫阳到最后的一天 他的广场去 他都心里不太这个确定 学生能不能够这个接受他 就是说学生整体上是不信任政府的 大家当时就觉着 可能我们回去以后 就是秋后算账 这个是一个恐惧的心理 占了上风 如果怎么证明这一点呢 大家看绝食宣言里边 提出的三个要求 就第一 你要改变426 把我们的性质给改变 定性改变 第二要和我们对话 第三就是我们对话 对话要公开化 要有这个直播 实际上他的诉求 降到这么三个 说明了学生是不信任政府 所以这两个背景造成了 学生我必须更进一步 我进行绝食 占了一个主动 然后再来完成这个学运的问题 好 天亮 其实我倒是觉得 邓小平跟赵子洋这种摊牌的话 即使说当时学潮下去了 我们看一看胡耀邦的下场就知道 86年的时候 学潮结束之后的话 胡耀邦还是被邓小平 通过老人民主升纹会的方式 去给赶下台 那么即使是说 学潮当时学生退了一步 也不见得赵子洋的结局 就比胡耀邦更好 因为他不会被软禁 但是说他不见得就比胡耀邦更好 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低估了邓小平 维持共产党的政权的决心 刚才高文贤先生曾经谈到过 习近平打了一套罪权 我觉得很有意思 综合毛邓 其实毛和邓没有本质的区别 他们本质上都是要维持 共产党这个政权的 只不过是毛泽东通过 搞政治运动的方式 邓小平是通过搞经济改革的方式 但是搞经济改革方式的话 并不是真的是为了 完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而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他可以营造一个 政权的合法性 政局的合法性 可能是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 他可以塑造出一个 贪污腐败的中共政权 因为到那个时候的话 共产党一直形态破产了 你靠什么人来支持你 他得需要一个贪官集团来支持他 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 就把共产党政权 可以维系的时间更长一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即使说当时学生退了一步 邓小平会比赵紫阳看得更清楚 这种摊牌的话是迟早的事情 早来他不是说这场风波是什么 国际大气候跟国内小气候决定 然后早来不如晚来 其实他跟赵紫阳摊牌的话 学生退一步的话 他也仍然会去处理赵紫阳 好 我再听听破空的这个看法 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说 刚才高文庆先生提到 其实绝食之前 这个运动的这个声势 已经有所降低 但是绝食之后掀起另一波高潮 而且尤其是在全国各地 引发对这个学生的广泛的同情 在北京也是各个阶层 各个然后全国各地 在北京光是支持绝食民众 绝食学生的民众 就达到几百万人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 就说这个是不是真的是 把这个整个六四民运 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加强了这个道德的感召力 从某种程度来说 是问我吗 是 破空 我想这个绝食 在世界各地都有 绝食是一个和平理性 非暴力的手段 而且它是一个相当极致的手段 那么这个手段 中国学生用 那是在道义上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这个中国学生 确实通过这个绝食 真正唤醒了社会 感受了社会 这是它的主要的功能 尽管它提到要求非常卑微 什么就是要推翻这个 社论的定性 也这个要这个高层对话 根本没有提出民主化的诉求 多党制 新闻自由都没有提出来 非常卑微的诉求 但是激起了社会极大的这个震动 当时看到这个 不要说感动了整个北京 都成百万人出来 而且那个当时赵紫阳主政 新闻比较开明 那个电视镜头也感动了 是全国各地 我当时在广州 我每一次看到个电视镜头 那个救护车呼啸走而过 每一分钟一个救护车 我的眼泪就滑落下来 就非常的感动 然后就是在广州的一些地区 更加的发动 更大规模的这个民主运动 所以这个绝食 它的道义上的功能 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绝食的悲剧在哪呢 就是说你看你对象是谁 当年甘地绝食 它的对象是英殖民主义者 说英殖民主义者 有良心底线 他能够让步 那么今天那个台湾的 林毅雄绝食 他面对的是一个民主政府 马英九政府 那么马英九能够让步 说废治何事 但是学生的绝食 那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绝食 三千人七天达到极限 甚至有人绝水 一点没有感动 那个铁丝心肠的 毫无人性 冷血无情的邓小平政权 邓小平本人 根本不在乎 说面对这样的政权 那样的绝食 只是一个牺牲 而没有起到任何改变的作用 高文贵先生好像想回应一下 请讲 我觉得我还想再回应到这个绝食 这个这场绝食 当然可以说在古今中外 前所未有的 可以说是 可以说的话 有它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但是我们讲到策略的时候 我们不能光看到 如何的规模如何大 甚至于那时候连北京市 连小偷都霸偷了 不能从这些地方来考虑 而要从最后的结果 刚才的话呢 我还是坚持 我还是认为我 我这么一个看法了 就是说呢 学生的这种那个绝食呢 第一不绝食最好 不选的时候最好 或者绝食后立刻撤出来 这个最好 为什么呢 这个东西呢 就使得的话呢 就是使得共产党内部呢 缺少了 没有一个这个摊牌的 这么一个机会 赵紫阳有可能保留下来 这是只是有可能 另外的话呢 这个学生的话呢 推回校园去 共产党当然是要 秋后算账 但是他算账呢 他不可能追到校园去 那个追杀去 而且更重要的是 当时体制内 中央党政军机关里面 有相当多的人支持学生 这一批人 邓小平 如果没有六四 那个血腥镇压的话 他怎么摆得平这一批人 但是一旦血腥镇压 把他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体制内的人就不好再讲话了 因为这个立场问题的话呢 就有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策略上呢 还是有值得考虑 欠考虑的地方 我要听听见利的分析 我们知道这个激进啊 一般都是群众运动的共同特点 实际上在六四期间 学生已经保持了相当限度的 这个自治和纪律性 但是对于学生的策略 到今天还是有非常多的讨论 很多人是觉得 学生当时坚守广场等等 比如说这些 他们都觉得是一个失误 给这个中共的镇压 制造了口实 那么你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对 我觉得关键不在于激进 还是不激进 关键是有没有一个领袖集团 来制定一个策略 而且能够实现它 能够实行它 比如说 绝食 我认为是一个 当时来讲是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那时候 大家心里都没有谱 被政府不信任 它必须让政府 在做出进一步的让步以后 大家心里才比较踏实一些 但绝世以后 明显的造成了 党内分裂的公开化 急剧的公开化 这时候呢 这个赵紫阳身边的知识分子 在里边穿梭 这个政府和学生之间 促成了几场谈判 这时候就显出来 刚才我要讲的问题了 一场这样的运动 这样的运动 如果能够成功 有一个领袖集团要起到几个作用 第一要代表民众 第二要阻断政治秩序 有能力阻断政治秩序 第三要能够调动国际的影响和支持 第四要完成一场有意义的政治谈判 我觉得没有进 这个是可能失败的最关键 政府和学生谈了三次 谈了三次 谁去谈 回来以后就不被学生承认 认可 认可 所以因此在那个时候 已经造成了全民参与 给政府制造了巨大压力 而党的分裂已经明显的时候 那时候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政治契机出现了 这个政治契机 正好是对于学生运动的 一个最好的一个测验 证明不成熟 就是没有办法有推出机制 就是我没办法进行 形成一共识 进行一场非常好的谈判 我们来看瓦文萨 瓦文萨他可以 这个号召罢工 同时他可以停止罢工 这时候他的政治力量 就显示在他的停止罢工上 而不是显示在他的号召罢工上 在这个时候真好 是广场的学生 表现出了他的弱点 但是群龙舞手 往往也是群众运动的 一个很大的特点 怎么从这种过渡 到一种有组织的 有序的抗争 那么天亮你的看法是什么 在当时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学生 他们对民主的理解 是非常肤浅的 他们觉得民主 就是大家 多数人说了算 其实民主的意义 实际上是多数人 选出一个大家认可的人 然后让那个人 去发号施令 就像美国一样 大家选出一个总统 然后由总统来发号施令 大家去执行的 我觉得学生 对整个民主的理解 是完全错误的 再一个的话 就是说他们在整个 这个过程中 没有对共产党 他实际上在整个 这个绝食的过程中 提出三点诉求 刚才说是非常卑微的 其实他是以承认 共产党的权利 合法性为前提的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那共产党 既然你承认我们 那当然就是说 共产党有绝对的权威 authority 就是说来做任何决定 我觉得这个是 他们失败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再有一个就是说 学生本身 这一点我有点不太 还有那个 你不承认共产党权威 你直接革命 他镇压一样是强烈 这个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这个你完全脱离现实了 好 今天两个先说完 这个问题其实我 完全脱离当时的 没关系 我们待会再回到你们俩 但是我想有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刚才高文贴先生 已经提到 还有一个就是 学生集团本身 自己内部的分裂 就是刚才杨先生提到 没有一个内部的 统一的指挥 其实他们意识不到 就是说其实这种民运 已经对共产党的 政权形成挑战 它实际上是一种 颜色革命 或者说我们现在叫 颜色革命 或者说是茉莉花革命 它其实本质上 已经是一场革命 而革命的话是需要一个领袖的 好 我再提一下 刚才高文贴先生 提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当时体制内外 都有很多人 支持学生运动 包括我们知道 官方媒体的记者 中职机关 中央下属机关的 这些工作人员 很多都来参与了 这场民主运动 那么他们和学生之间 互动怎么样 就是说体制内外 为什么没有形成一种合力 到底是什么因素缺乏了 那么想听听破空的看法 对 我觉得在八九年 这个民主运动中 有很多遗憾 其中一个遗憾就是 学生跟社会各阶层 没有多少沟通 学生的互动很少 有一定的互动 但基本上各自为政 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 有那么多的工人 那么多的市民 站出来支持学生 还有中共党内 那么多人出来 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合力 有一定的默契 比如大方向一致 都是要民主 要反腐败 但是在行动上 没有一个协调 这个没有协调 我觉得首先是 学生的幼稚和不成熟 学生我们知道 刚刚谈基金和温和的时候 学生领袖集团里面 有基金派温和派 如果说温和派要撤 要停止绝食 要撤走 那基金派不同意 即便是学生领袖 最后达成了说 停止绝食 或者撤走 结果学生又不同意 广场的学生不同意 甚至把他们决策的 公共汽车来摇来推 甚至要推到 骂他们是叛徒 是学者 还有对话也是这样 对话有学生代表 去了 对话了 但是广场学生不承认 或者这些人对话 另一些人不承认 所以最后学生 陷入无政府状态 而且学生这里 幼稚运表现这种 把人民隔绝开来 比如他们一开始 就搞一个纠察队 让纠察队手拉手 走在游行队伍的外面 把群众挡在外面 这个东西好像是说 防止中共着口 是说混进了坏人 但另一方面 显示了学生的虚荣心 学生觉得 我们是大学生 我们是研究生 我们非常了不起 我们才是非常有说话权的 而别的人不要进来 所以这个虚荣心 也在里面起了很大作用 甚至还有一个场景是什么呢 据说一些男学生 围着个圈子 把女同学圈在中间 以示保护 这些都是非常幼稚的 好像摆家家的 幼儿园的动作 所以这些东西 是当时造成了很多的遗憾 我想听听高文切先生的看法 当时为什么内外体制 没有形成合力 我觉得那个时候 可以说是有共识 而无互动 共识就是 那个时候很多的 中职机关的人的话 跟学生同情学生 支持学生 而且上街 像我所在的文献研究室 这个上街的人的话 人数超过一多半 而且级别很高 后来成为中职机关 这个清理的这个对象 重点 那么 但是那时候为什么呢 我觉得那时候呢 党内的改革派呢 也试图跟学生沟通 但是呢 学生不买账 学生认为 学生当时政治上很幼稚 而且的话呢 对共产党的残暴本质呢 也缺少认识 他认为的话呢 我们不能卷入到 党内斗争里面来 因此的话呢 这个严明赋那些 他们他们没有渠道啊 他就通过戴琴啊 通过王军涛这些人 去做工作 做工作呢 实际上呢 他们也做不了 学生领袖的工作 学生领袖呢 也做不了广场 学生的工作 而广场上呢 就成为什么呢 比赛谁激进 谁有掌握话筒 谁有话语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最后这个局面 就刚才我说到的 进退失聚 该往前进的时候 可以往前进 退是退不出来 最后给了党内强硬派 这个动武的口实 就造成今天这么一个局面 对于这个 学生的这个 一些幼稚的做法 或者是拉这个小圈子 或者缺乏互动 我知道建立有一些 第一手的观察 那么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觉得呢 这个高老师分析的非常对 破空当时分析的也对 就是说 当时共识是有的 我们要尽快地解决学运的问题 解决学运的问题 不是说学运回去就完了 回到学校 要有更深层的东西 就是说 人大要开会 要接受学生的这个改革要求 这个是有共识的 但是这个互动非常少 互动非常少的原因 破空讲了一个虚荣心 像当时我在现场 实际上呢 就是学生有一个害怕的因素 怕被镇压 这个是一定是存在的 包括他最后绝食 一定要往前走 就是因为怕回去以后 为什么叫拒股胆为群胆呢 他觉得在广场是最安全的 所以这个 他实行这个激进的 这个策略是有原因的 是怕回去以后 受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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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收算账 他总是觉得我站到广场 大家 法不自重 我解决了问题再回去 解决了问题 而在解决的过程中 我不愿意太复杂 对 我不愿意让别人进来 有一种 也不愿意被党内的那些人所利用 但是呢 当时是有考虑 到底和这个党内的改革派 怎么一个互动 也是属于两派 大家说这个政治我们玩不了啊 我们很单纯的 就很害怕 另外一个因素 大家不要忘记了 刚才那个 谁 破空讲说 民间一致的要打倒邓小平 当时没有 没有 没有这个情况 很多人在邓小平的问题上 是分歧的 一致的打倒李鹏是对的 但是反对垂连听证 这个口号 反对垂连是有 但是呢 就因为在这个问题 在邓小平的问题上 是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同时呢 这个 大家对赵紫阳 基本上是不买账的 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因素 这个因素要忘记了 说现在来看赵紫阳 和当时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大字报里边 写了很多 关于赵紫阳家里腐败的问题 说民众是不接受赵紫阳的 赵紫阳对这一点 是有认识的 因此他对能不能到广场上 得到群众的拥护 是有顾虑的 所以这里边是有 我们不能脱离 当时的环境 来谈现在的问题 谈当时的问题 是这个情况 其实当时广场上 也就是在这种 大家就是群情汹汹的情况下 很难做真正理性的思考 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刚才还想回应 杨建立先生说的话 因为我觉得 跟这个问题是有关系的 学生没有抓住 这样的一个时机 把对共产党真正的反思 能够通过当时媒体的关注 跟世界各界的关注 把它扩散出去 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 实在是太有效 太有限了 好 我想最后 因为天亮我知道 你有一些看法 就是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 来探讨六四 那么这场运动 实际上是失败了 刚才我们谈的 都是一些技术性的因素 比如说是不是应该绝食 是不是应该牵手广场等等 但是这些技术性的细节 对于六四的最终的结果 是不是有真正的效果呢 这个是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相比之下 为什么东欧最后民主竞争成功了 他们成功 而六四失败 这中间缺乏的要素是什么 我想还是先请你 东欧的运动 我觉得就是他们能够成功的原因 是已经全民达成了 一个对共产党本身的共识 然后的话 才发动这种群众运动 最后造成了共产党的垮排 而中国的失败的 恰恰就在于说 对共产党本身 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情况下 因为那个时候 不管是伤症文学也好 或者当时的一些 就是说民间的反思 包括方立志等等 就是很多人 对共产党的反思 都不是以打倒共产党为目的 而是寄忘于共产党的改良 这个我觉得是 就是他们失败的 一个最最关键的原因 所以当时假如说 天安门的学生撤出来了 但是如果对共产党本身 当时没有认识的话 后来的运动也 就是我们应该这样讲 就是如果没有一个认识 说共产党不可能 通过改革来改良 而只能变得越来越坏的话 如果对这一点 没有基本的认识 那个中国任何民主运动的话 都不可能成功 好 那么除了这个大前提之外 我想听听高文贤先生的看法 这个我同意这个他看法 好 非常不同意 请简单一点 我觉得就是当时学生 要喊出打倒共产党 恐怕你存活了一天 都存活不了 不是打倒共产党 而是说学生 把共产党的罪行 公之于天下 而不是说 让民众自己做一个选择 有很多的公布 而且包括公字连 很多地方都有公布 但是问题就是 当时是不是要把 一个政治口号定位在 要达到共产党上 是这个问题 不在于说大家没有认识 文革中的认识很多 我们周围有很多老师 来跟我们讲 很多 我跟你讲 当时不撤 有很多老师的原因 我当时我老师就说 不能撤 撤了就完蛋了 他是经过文革的 大家都认识 实际上到最后 你来看赵紫阳的回忆录 我们可以看 实际上里边策略的运用 是起作用的 党的一开始就是分裂的 在这个问题上 并不是说 大多数人是不支持镇压的 你要知道 你要看当时 只是到了最后 大家没有办法 不支持镇压的人 本身对共产党就没有认识 因为共产党最后 是靠枪杆的说话 这些都是共产党的人 对不起 我听听高文青先生的看法 因为时间不多了 我觉得张庭亮的观点 好像就是说 共产党本质不能变 那么我想就提一个 简单的事实就可以 波兰圆桌会议 那是不是 雅鲁克斯基是不是共产党 那么他为什么能够承认 团结工会 所以说明这个东西 不是说 就是把事情叫看死 第二 我觉得的话 中国六四之所以没有成功 可以说是中国六四的鲜血 浇灌了东欧的民主之花 这个里面 我觉得的话 跟中国共产党 跟欧洲共产党 东欧共产党的这个区别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就是中国共产党里面的话 是第一代打天下的老人 还掌握着权力 而邓小平在第一代老人里面 又是这个 又是新的新神首辣 能够下去守的 如果换成陈云也好 李先见也好 这些人的话 在政治上是很保守的 很僵化的 但是他们敢不敢下这个手 这个事情不好说 因为为什么呢 陈云那个 就是让邓小平 赶紧解决这个广场的乱 然后马上通过秘书 打一个电话说 千万不要死人 我跟你说吧 广场上六四这种镇压的话呢 是要死人的 就是这么一种血流成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邓小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好 听听破空的看法 我想啊 这个要具体回到刚才的情景 是为什么东欧成为中国失败 如果把时间倒过来 如果东欧的解放在前 苏联的变革在前 那中国的民主运动 基本上是可以成功的 因为中国共产党 是在共产党集团里面 最保守的一个政党 如果他看到别的政党 没有发生变化 他倾向于不发生变化 另外中国的这个上层中 老人政治也是一个中国特色 别的东欧或者苏联 没有老人政治存在 所以邓小平85岁 只想一养天年 出于自私 他也不想变天 那么再一个就是说 胡耀邦死的不是时候 这个时机非常重要 胡耀邦突然去世 中国突然发生了 大规模的民主运动 如果不是胡耀邦在的时候 突然去世 而是东欧和苏联解体 先发生之后影响了中国 中国发生了那个时候 可能邓小平已经交权给赵紫阳 而赵紫阳的改革派会占上风 那么中国的民主运动 跟着上来的话 是很容易成功 所以中国的民主运动失败 在实际上来看 正是叫做国运不计 人民不幸 民族不幸 你们俩还各有这些悲剧 我必须要再回应一下 因为我高杨天先生 刚才他反驳的两点 其实是自我反驳 因为第一 邓小平是第一代领导人 老人政治的话 他想维系政权 第二的话就是说 亚鲁泽尔斯基 为什么他能够改良 其实就是因为 亚鲁泽尔斯基改良 所以共产党才垮台了 邓小平对这一点 看得非常清楚 我刚才说 为什么共产党 不能够自我改良 因为共产党一旦改良的话 就是自我解体 亚鲁泽尔斯基 已经树立了 这样的一个先例 所以这就是我说 为什么共产党 是绝对不可能改良的 就是学生对这一点 他没有认识 而且对老百姓之间 没有这种 民众的这种启蒙教育 他们自己本身 对这东西都没有认识 这是他们失败的 一个最最关键的原因 好建林 你有一分钟时间 但是实际上 我觉得所谓的改良 和革命 这个都是一个虚假概念 我觉得就是说 有没有政治空间 是不是可以往前推进 是这个问题 然后我觉得 接着你来看赵紫阳的回忆录 实际上当时一开始 要用强力来镇压学院的 在党内是占了少数 在上层都是占了少数 关键就是 他和李鹏的这个政治斗争 演化到最后 邓小平坚决地站到了 李鹏这边 这个是实际上 就是几个少数人 在这个历史的观念时候 起了作用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不能够说 用一个概念来看一个历史 我们要还原他历史的本源 我从一间的看法 我们看党的本质残暴 邓小平个人的作用 应该把这两者区分开来 这样才能对历史 有一个真实的分析 而不是用概念来 老是用一个改良和革命的概念 你现在看 如果我们在25年和现在 虽然经历了六四的屠杀 虽然共产党的本质没有变 但是他的社会上的 有很多的进步 不是共产党 唯一唯一持了一个 一个经济上的改革 叫他就天下就下来 现在这个一般老百姓的自由 他是比以前要大很多 但是这个我们 从人权的角度上 坚决不能说 认为这样就可以满足了 这种不是共产党给你 所以共产党管不了 那是一样的问题 你觉得他硬放开 就是管不了了 当时共产党也可以管不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用些虚假的概念 硬要去卡 当时的政治斗争 是没有意义的 对不起 我们必须结束了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不得不结束 那么我想提醒大家 六四的讨论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美国之音的电视广播节目 还会继续进行 非常感谢我今天的四位嘉宾 杨建丽先生 张天亮先生 高文谦先生 和陈破空先生的 这个精彩的辩论 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或者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 并提出建议 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还开办了电视节目预告 也请您点击 卫视留言板 对我们讨论的话题 提出问题 或者发表评论 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我是明星 祝您晚安 下星期五再会